HUHH TING TING 我踏這個邊開始我的vlog因為它是我的風格 Hello everyone! 欸?Dining vlog啊? 你要喊! 欸要喊了? 喂!Dining vlog啊,喂! 喂!Dining vlog啊,喂!!! 其实也只是挑战那7天啦 就我想要出来看日常Vlog的感觉 然后因为艾亚讲他会爆肝嘛 然后我就看一下到底爆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更何况今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哦 那个XX艾亚 他点名在他的Vlog里面点名 我Karenz还有Denis我们三个人 他点名我们做7天的日常Vlog 但是我觉得Karenz跟Denis是不会鸟妈的 只有我一个鸟哈罢了 你看哎呀你看我对你极好 我不要让你没有面子 我来鸟你 我也来鸟你 耶 是啊 你要DenisVlog吗 没有啊 我讲我鸟你话我不代表DenisVlog 反正我这个DenisVlog是不用上字幕的 所以我要讲多少话就讲多少话 我都不用上字幕的 有 有 虽然讲我从以前做YouTube到现在没有一个影片是没有上过字幕的 现在要我突然间不上字幕感觉过不到自己那一关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 我要分享我的生活给你们看 而且 我也是为了以后30年后的自己 40年后的自己 50年后的自己 可以看回我今天在那边做XXX 我 我要你嗨一点 嗨一点点 快点 你为止动一下也好为止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DenisVlog 我的Vlog呢你会有乐趣 算了 我不要做了 当然你可以不要拍了 陈洛讲要做DenisVlog就一定要拍到底的嘛 虽然讲在我面前的这个 这条粉舱 是没有什么用的啦 你看啊 你不会把我制造一些气氛 平常我没有讲DenisVlog 他就在那边 是没有要做DenisVlog 就在那边 晶晶这样你看 刚刚我收到一封Message 我给你们看一下 Karen先给我 你看 Karen他问我 DenisVlog做吗 然后放一个问号 哈哈哈 然后我没有跟他讲多的 我先拍我的相机给他 这是我现在用着的相机 然后我跟他说 我来了 你来了吗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 可能这样子太像阿牙了 你们还记得我上次 有一集的freestyle哦 我讲沙子他被性骚扰 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看电话 我就收到沙子的一个Message 他删了这个东西给我 你们看到这是什么吗 他删这个东西给我过后啦 我看了我真的很生气 所以今天同样的情况 沙子他又在 他又在遭受到同样的东西 就是一些不懂哪里一条粉肠啊 就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 还是马来人 还是印度人 不懂什么人啊 总之他就是 send他下面的照片 给沙子看 重点是哦 他献给沙子的时候哦 那张照片啊 他下面还写了一个字 你看 他献了这个照片给他过后哦 他下面还有写一个字 啊啊啊 啊什么啊哦 你是啊啊 哦 哦 这样子是吗 啊 如果你们介绍我的挑战的话 你们就拍影片开始你们的daily vlog 所以我现在要点名 我要点名三个人 我挑战的这三个youtuber 我希望他们能够证明给大家 你们这些youtuber不是每天只会在家吃饭 睡觉 睡觉 打游戏 打飞机 youtuber是很够力的 所以第一个叻 就是阿圆 哈哈哈 所以跟你讲我们这些youtuber只会在家吃饭 睡觉 打游戏 打飞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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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你们看 证明给你看 哎呀 我也是可以跟你一样challenge daily vlog的 但是我先try七天 因为哦我不敢讲到我会每天都daily vlog 因为我怕我过后如果真的是很难定很难受啊 就怕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所以我不要承诺下太中先 yo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来打包我们的食物啦 因为俗话说得好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吃饭是为了医保我们的肚肚 休息是为了 我吓到人了 yo的时候啊 他跳起来 没有害怕 我们前面有个保安局 yo的时候他这样 你表演一下 我用的时候就不 哈哈哈 感谢好意思啦 喝到你 很多人是在inbox我问我的工作室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很喜欢我工作室的风景啊 就是那些设施 他们都很喜欢 所以他们会问我工作室是处于在什么地方 我的工作室是在 Sharam的iResident 就是iCity的个壁 所以那个building还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的那个building啦 它是长这个颜色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的环境如果你问我的话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设施 该有的都有啦 就比如讲 游泳池啊 gym room啊 bbq 或者是 羽毛球场 什么什么blahblah 都有 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 外面就有一些主题公园 然后游乐设施 就是 fun fair yes fun fair 然后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主题公园 就像这一些啊 还有后面那边全部都有 后面那边还有一些就是Ironman啊 然后我是Jeracy Park的那些 Ninosaur在那边 所以 这边 要取景的话 就是for我们拍摄的话 如果要取景 这里是非常多的场景可以选择 所以我就选择这里 做为我的工作室啦 等了七七四十九年八八六十四个小时过后 我们终于打包好了 就在我的手上 真的非常饿 你们才看我包 我包炒饭了 想不到叻 哈哈哈哈 所以所以所以 痴障 yo 现在我们就打包回来到我们的工作室啦 你看他已经在吃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很饿 你们懂什么叫饿鬼吗 饿鬼就是像他这一种啦 你看 嗯 nice 就是这一种啦 没有错了啦 所以我现在也是要准备吃我的 早餐跟午餐 就是这个 Maggie Goreng 然后呢 刚才我所拍的 我已经开始在剪这了 这个就是刚才拍的画面 也就是你们刚才看的画面 所以现在的时间呢 是三点二十五分 我希望我今天拍的东西 可以在今晚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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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接 然后上传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也算是 对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啦 因为今天拍的东西 今天就要剪好 然后今晚就要upload 真的是一件 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 我相信我是做得到的 今天开始我挑战我的daily vlog啦 Woo 我们明天 就 就 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